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章神论中的护教学 那么我们在上一个单元 我们开始讲到三位一体 我们也讲到一些旧约跟新约的经文 来证明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再来看 就是圣经里面有哪一些经文 直接让我们看见 耶稣是神 有一些异端他们会说 圣经里面没有讲说耶稣是神 圣经里面只有讲说 耶稣是神的儿子 到底圣经里面有哪一些经文 让我们看见 直接讲到耶稣是神的 那么我们要把这样的经文找出来 那么当我们面对一些人 质疑的时候 我们能够来跟他们提到这些经文 首先第一竹经文 请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这里讲到说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这道就是神 这里面你看非常明显讲到说 太初有道 那么这个道当然就是指耶稣 那么道与神同在 那么道就是神 这个很特别的 怎么会这个道与神同在 然后道就是神 所以可见在这个地方有两位神 所以这里面直接提到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耶稣是神 耶稣是神 好我们再来看 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 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这里 那么其实在原文里面应该可以直接翻译成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 所以为什么这里五十九节提到说 有人要拿石头要打他 因为耶稣直接用神的称呼 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里面 上帝就是说我是我是 上帝的名字就是我是 所谓耶稣这里 他就说我是 好在约翰福音十八章 我们来看一下 约翰福音十八章 第四节 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 就出来对他们说 你们找谁 他们回答说 找拿撒勒人耶稣 耶稣说我就是 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在那里 耶稣一说我就是 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 这个地方是蛮有意思的 为什么耶稣讲说我就是 他们就倒在地上呢 其实这个地方耶稣讲的就是 我是 你们要来干嘛 你们要来抓拿 抓拿上帝 好大的胆子要抓上帝 所以他们一听到耶稣说 我是 四就退后倒在地上 好 那么这个我想还不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经文 我们再来看几处经文 好我们 这个作为一个 这个服饰组的人 我们对这些经文必须要非常清楚 免得我们被异端来影响 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 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 按肉体说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这里面讲到说基督是从他们出来的 然后他是在万有之上 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 好我想这节经文 直接让我们看见 耶稣是神 耶稣是神 好我们再来看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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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道指却说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好我想这个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 我们前面已经读过了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这里是论到耶稣 称呼他是神 称呼他是神 好我们再来看 很重要的一节经文 针对异端 我想最重要的一节经文 就是有很多人会 有很多异端认为 耶稣不是那一位完全的神 他是赤神 那么我想这一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飞利比书第二章 飞利比书第二章 第六节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为强夺的 你看见这个地方特别强调 这一位人子 这一位圣子 是跟神同等的 是同等的 同尊同龙的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找出一些经文来 直接证明耶稣是神 好那么我们还要再找一些经文来 直接证明圣灵是神的 那么我们说异端把耶稣当赤神 那么把圣灵的呢 更是把他丢在一边 只是把圣灵当成是能力 那么我们要从一些的经文来看 圣灵是神 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好这里面提到 你们是神的殿 好我们再看第六章十九节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 好我们看见三章十六节 讲到神的殿 而这个地方提到圣灵的殿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 圣灵就是神 圣灵就是神 好我们再来看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这里面提到信徒是从神生的 而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提到 什么样叫做从生的 就是从圣灵生 所以从圣灵生跟从神生 是可以互换的 所以让我们在这里也看见 圣灵是神 圣灵是神 好这个就是我们用一些的经文 做一些的整理 三位一体的真理 绝对是圣经里面的启示 任何违反三位一体 这个真理的 那么都是异端 都是异端 好 那么最后我们要来看就是 我们从三位一体 我们到底学习到什么 其实我觉得圣经里面很多的真理 我们都可以从这个当中去认识 更多的认识神 好 我们从神的三位一体 我们到底要学习什么呢 第一 我们看见圣灵一体 在圣经里面 神透过三位一体 来表明合一的见证 合一的见证 我们从三位一体 可以看见 圣父圣子圣灵 合一的示范 合一的示范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 约翰福音十七章 这是耶稣的祷告 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 从今以后 我不在世上 他们却在世上 我往你那里去 圣父啊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叫他们 合而为一 像我们一样 这个是耶稣为门徒 合一的祷告 他怎么说呢 他说 叫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一样 原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见 三位一体的神 他们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示范合一 所以耶稣祷告说 求你让信徒 能够合一 就像三位一体的神 合一样 我们看见 这个二十二节 也是这样说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以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 向我们合而为一 所以感谢上帝 我们要从三位一体的合一 来学习一些合一的功课 那么我们要说 其实三位一体的神 他们示范最高难度的合一 因为他们三位同样的有能力 同样的尊贵 他们怎么样来合一呢 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 他们怎么样合一呢 第一 第一节 耶稣说了这话 就举目望天说 父啊 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儿子也荣耀你 我们看见圣父圣子 他们怎么样合一呢 就是父荣耀子 子也荣耀父 那么运用在我们信徒的身上 当然我们不能说 我们要彼此荣耀 我想荣耀只能归给上帝 我们可以说 第一个 我们怎么样 从三位一体的神来学习合一呢 第一 彼此祝福 好我们 作为基督徒 我们怎么样合一呢 我们要彼此互相的来祝福 好我们彼此去欣赏 当我们看见别人成功的时候 我们祝福他们 好我觉得这个是 中国人 很不容易的 好有的人说中国人 很像 螃蟹 为什么中国人很像螃蟹呢 他们说有人到那个菜市场里面 去看到那个卖螃蟹的 他把那个螃蟹装在一个竹楼子里面 那么他就发现 奇怪了那个竹楼子没有盖上盖子 他就问那个卖螃蟹的人说 奇怪了你为什么 没有把这个竹楼子盖上这个盖子呢 你不怕那个螃蟹爬出来吗 他说不会了 他说螃蟹有一个特性 就是如果有一只要爬上来 下面那一只一定会把他抓下来 有一只要爬上来 下面又有一只会把他抓下来 好有很多人说中国人很像这样子 有人都说我们顾不得别人 看不得别人成功 我想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毛病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不只是中国人 我们是属基督的人 我们要改变这个 当我们看见别人成功的时候 我们能够去祝福他 好我自己在学习这个功课 我怎么样学习我跟大家分享 很简单 你怎么样能够看见别人的成功的时候 你能够为他祝福呢 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你把他当成肢体 圣经里面讲说如果有一个肢体得荣耀 其他的肢体就一起得荣耀 比如说今天如果有人称赞你的鼻子很漂亮 你的嘴巴一定是裂开笑的 不可能你的嘴巴会嫉妒你的鼻子 就是这样我们如果当成我们都是肢体 所以当你看见别人成功的时候 你知道他是你的肢体 我想这个是帮助我们彼此祝福的一个秘诀 好这是第一个 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怎么样示范合一呢 第一个他们彼此祝福 第二个 三位一体的神怎么样示范合一呢 我们来看第五节 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想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已先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读这节经文我们应该要很感动 其实读这节经文的时候 耶稣的意思等于是在告诉我们说 其实他现在没有荣耀 为什么他说求你使我同你 与你同享荣耀 就是表示他现在已经没有那个荣耀 为什么因为他成为人 他说什么荣耀呢 就是在还没有世界已先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很感动的事情 就是其实圣职原来是跟圣父一样 在天上是大有荣耀 但是为了服事的缘故 他愿意降悲下来 愿意降悲下来 成为荣耀父的那一位仆人 那么这个让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神就是这样 他们三位是同尊同隆的 但是圣子为了服事的缘故 他能够降悲顺服在圣父的底下 那不只是这样 我们看见圣灵也非常的降悲 他隐藏自己 我们看见圣灵完全的隐藏自己 他为了荣耀基督他隐藏自己 以至于到一个地步 有很多人忽略了圣灵的存在 所以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神 他们示范合一 怎么示范合一 他们三位一体的神彼此谦卑 非常的谦卑 为了侍奉可以甘心牺牲降悲 顺服隐藏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很需要来学习的功课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合一的来侍奉呢 就是我们必须要谦卑 不要强出头 不要觉得 其实我常常在教会里面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 你不要以为站在台上 的人就代表你比较重要 站在台上就比较荣耀 其实有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 我们如果用身体来看 其实有很多时候在我们身体的器官里面 有时候看得见的不见得是最重要的 看不见的反而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有很多人可能会称赞 摸摸摸你的头发很漂亮 我相信没有人会说摸摸摸你的心脏很漂亮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你的心脏比你的头发可能来得重要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谦卑的服饰 愿意隐藏自己来服饰 我觉得这个是三位一体的神 给我们看见他们的合一就是他们彼此谦卑的服饰 好再来我们看三位一体的神怎么样示范合一呢 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节 耶稣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 你的也是我的 好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神怎么样示范合一呢 就是他们彼此是一个很亲密的伟生的关系 我今天觉得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同工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应该是伟生的 彼此之间是坦诚的 彼此之间是彼此切实的相爱的 这样才能够达成合一达成合一 好 这是我们从三位一体所学习到的功课 不只是这样 其实我们从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还看到一件让我们很感动的事情 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三位一体的神 为什么要三位 其实让我们看见神的爱是多么的丰富 好像透过三位的神来表彰神 那个更丰盛的那个爱 我们来看一处经文 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四章 加拉太书第四章 第四节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身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差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巴夫 我每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觉得非常感动 我们看见这个经文里面有两次拆 第一次神拆遣他的儿子 为我们生在律法底下 之后神拆遣他的儿子 进入我们的心 我们看见神是多么的爱我们 好像不断的拆派 又拆派圣子 又拆派圣灵来服事我们 来赐福给我们 所以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 特别你从保罗的书信里面看见一件事情 保罗的书信里面非常常提到三位一体 而你会发现每一次三位一体同时出现的时候 都是为了赐福而来 都是为了赐福而来 比如说我们来看几处经文 保罗的书信里面三位一体是常常出现的 我们来看语福所书第一章 语福所书第一章 你看十七节怎么说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哇你看见我们多么的幸福 我们又有耶稣基督 又有父 又有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 所以你看见保罗他常常把三位一体的神的 那个丰富的爱一起的表达 三位一体同时出现 把上帝更丰满的恩典来赐给我们 我们看第二章十八节 语福所书第二章十八节 因为我们两下 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进到父面前 你看这个地方又是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出现 我们借着他 这个他就是耶稣 我们借着耶稣的十字架 然后又借着被圣灵感动 然后可以进到父的面前 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出现 都跟上帝的恩典很有关系 很有关系 这个是我们从三位一体的神看到的 我们从三位一体学习 怎么样合一的侍奉 我们从三位一体看见上帝奇妙 丰满的爱 借着三位的神 丰丰富富的赏赐下来 这个是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 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好 那么最后 有关于三位一体 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有人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神有三位 圣父 圣子 圣灵 那么有人就在问说 那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有的人说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要三位一体的神同时提 创造宇宙万物的圣父 为我们定师家的耶稣基督 还有圣灵宝会师 他们觉得一定要三位同时提 不然不好意思有一位没有提到是不是不好意思 那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存在的 我们知道他们三位是一体的 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说 这个旨在父里面 所以呢 我想我们是不需要 这么 这么好像觉得 很谨慎三位一体的神同时来提 那么我想这个事是不需要的 但是呢 我想可能我们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到 他们的三位的位格 他们的工作是不大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不可以祷告说 这个父啊 谢谢你 为我定师在师家上 这样不可以 这个我们也不能祷告说 这个圣灵啊 这个谢谢你 因着你的保血 圣灵没有保血的 还有圣灵会有保血的 这个 所以这个是 有时候我们 当然这个有时候我们比较多是 是与病的 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会 会出现这种错误 我想这个道 无所谓 或者说我们 这个不要祷告的时候 我们说圣灵啊 从你 求你从你的宝座上 这个这样的祷告可能也不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你从启示录里面知道 圣灵不做宝座的 圣父圣子做宝座 圣灵 圣经里面讲到说 圣灵是被拆遣往普天下去的 所以像这个 就是我们 这个可以 这个注意一下 还有呢 关于三位一体的神 还有人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人提到说 那么 是不是应该 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跟父祷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最后是奉耶稣的名 那怎么可能你跟耶稣祷告 又奉耶稣的名 还有呢 有人提到说 到底可不可以跟圣灵祷告 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跟圣灵祷告 我发现有一些人呢 这个对圣灵真的 所以我觉得圣灵是很委屈的 很多人很怕圣灵 这个有一首歌讲到说 这个他第一段是说 父神我爱你 我敬拜赞美你 这个大家唱起来没有问题 第二节说 耶稣我爱你 我们敬拜赞美你 没有问题 第三节 圣灵我爱你 我们敬拜赞美你 我发现有很多人唱到这里会怕怕的 哎呦觉得 我变 我是不是很奇怪 怎么会圣灵 那么我想关于这个问题 的确 你看见圣经里面 的确没有向圣灵祷告 但是 我相信 当然可以跟圣灵祷告 因为圣灵是神 圣灵是神 只是说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我们不要相混 不要相混不要祷告圣灵定十家 或者说 怎么样 但是呢 我想 其实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在祷告敬拜 可以同时向圣父圣子圣灵 来祷告 那么 因为我们三位一体 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位格 但是我们也不要把他们好像 这个硬生生的 这个分开 我想这个是 我在这个地方 最后的一点 一点 这个分享 好 那么我们 这个第三章 人论中的副教学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要开始进入第四章 人论中的副教学 年纪录 和歌 金瓶 在这边 别生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